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 我是设计师豪哥 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这个室内装修或老屋翻修里面 我们常常在做这个天花板的时候 会运用到什么样的做法 那之前豪哥在频道里面有讲过 我们在一些新陈屋设计 或者是我们一些老屋翻修的时候 我们天花板是用这种木座装潢 或者是青钢架的这种天花板来做 那今天豪哥就带大家比较来深入一下 我们这个暗架天花板 也就是我们的青钢架天花板 它的施作的一些技巧跟要力 好 喜欢豪哥频道的朋友 欢迎帮我们按下这个按赞 然后分享 然后订阅我们的频道 小铃铛记得打开 每个礼拜五晚上的八点 我们就会同步来更新我们 在这个室内装修里面的一些经验的分享 好 那我们今天就回到这个现场 豪哥今天现在是站在一个 我们在这个大型健身房的一个 一个 这边是一个浴室还有一个整理区 那这里面呢 因为它上面我们放了非常多的管线 包含有消防的还有我们的这个水线 我们的电线电管 然后我们的这个 膝排这个新鲜空气的交换的 都在我们的天花板上面 所以这里就搭载了这个天花板 那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们常常在讲的暗架天花板 它的顾名思义就是天花板 如果用轻格间的厂商来做的话呢 会有两种的造型 一种叫做明架 一种叫做暗架 那什么叫明架呢 很简单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卖场 你会看到60公分乘60公分的那个框架 明显看得出来一格一格一格的 那我们就俗称它叫做明架天花板 那暗架天花板呢 就是待会我们在影片里面看到的 就是我们透过吊筋 然后透过这个压缸咖 这个术语叫做蜈弓角 然后再透过这个板材的这个锁上去 那这个到时候呢 我们再请油漆师傅 把钩缝啊一些锁点啊 再把它批AB脚批过去以后 把它整平再来上漆 那看起来呢 是跟我们的木座瓶丁天花板是一样的 只是它里面它的它的脚料呢 就变成是那个我们的锡形钢 我们的这种青钢 叫在用的这种锡形钢 或这种青钢这种 那它用最大的差别在于说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山空 尤其是我们现在是处在地下室的这个规范 非常的严谨 所以我们在天花板的制作上面是不能使用 木头脚料这种东西 会怕引起这种销鞍的问题 所以呢我们就用了这个青钢架 来我们就用这暗架天花板 来执行我们这一次在健身房上面的 这个天花板的制作 那它其实有几个要领 就是说如果呢 我们一般的天花板啊 我们通常都是钉这个6mm的 不管是石膏板或者是细双盖板 那因为这间的业主呢 它有要求要钉到 9mm的这个细双盖板 那这时候呢就有几个 就是要特别注意哦 因为第一我们原本在钉这个 暗架天花板的时候啊 我们是离45公分为一个垮距 再来锁这个6mm的这个6mm的细双盖板 那今天呢如果我们是变成要锁9mm的 细双盖板呢 那我们知道细双盖板很重 比石膏板还重 所以呢我们的垮距就要怎么样 就要缩短就要变成30公分为一格 30公分为一格 再来呢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我们的这个钓筋啊 它的厚度你要选择是最厚的 因为整个天花板的这个面材 是非常沉重的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在我们的钓筋 还有在我们的垮距上面 都要去强化它 那甚至呢 好哥有跟这个我们的厂商讨论过 像他们之前在做高铁的时候啊 做那个12mm的石膏板 或者是细双盖板 那就更重了哦 所以呢它的垮距又要更密 大概就变成15公分 20公分就一个垮距 那它的钓筋也是要去用最厚最厚的那一种 甚至要用螺旋这种钓筋来执行哦 所以呢我们在做按加天花板的时候啊 第一我们要考虑到它 我们要使用的这个板材的厚度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要考虑到它的垮距的问题 第三个它的吊筋的厚度 这些都是息息相关的 那如果我们今天用石膏板呢 其实是可以的 因为石膏板跟细双盖板 在我们这个装修里面啊 它都是属于防火建材 都是属于耐燃一级的产品 所以它非常适合用在做在我们的天花板 或者是隔肩 那我们隔肩呢传统会用一些 红砖白砖石膏砖 它本身就是耐燃等级的了 所以我们的天花板呢 现在已经没有人在使用甲板 或就是早期传统这种 麦粒棒 不就是隔板 来做天花板 现在是不行 不允许使用的哦 现在是一定要用这种 这个细双盖板或石膏板 那细双盖板比较重 石膏板比较轻 所以呢也许如果你要做厚一点的石膏板 你的脚筋的这个分布啊 还有你的垮距 就可以稍微再开一点 因为它比细双盖板还要轻 那为什么刚才豪哥有提到 为什么高铁要做12公分 因为它12mm 12mm它有一个厚度在 那它的隔音效果就会比6mm更好 那高铁在跑的时候 会有一些噪音在上面 所以他们的一些 我们在常常做这种空间规划的时候 这种大型的商工 我们的天花板 如果有隔音 要有隔音问题的话 我们就加强它的厚度 那为什么这一场要做呢 因为我们上面会有跑消防管 跟跑空气交换的这种风管在上面 那如果没有做这个的话呢 它会有一些噪音在我们的浴室 跟我们的整理区回荡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加强它的厚度 好 OK 那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不管是做商业空间 做一般住宅 或者做这种老屋翻修 我们的天花板 如果我们做的是暗架天花板 选择的是用轻隔肩的这个厂商来做的话呢 那我们要注意到什么 注意到它的垮距的问题 不是 先注意到我们的板材的厚度的问题 那板材厚度以后决定以后呢 你就可以跟厂商或跟设计公司讨论 那我们的垮距 还有我们的掉筋的厚度 那来去加强它 那这一点呢 我相信一个专业的设计师 应该是非常可以理解这个东西 也要请就是有收看豪哥频道的 未来你们如果自己在看厂的时候 如果就是我们你选 设计师跟你讨论的是 建议的是用暗架天花板的话 那你也可以去看一下 我选的是6mm还是9mm 还是更厚的呢 那我的掉筋 还有我的垮距呢 这个问题就要非常的去注意 因为如果你的垮距不够 有可能以后天花板会变形 会坍塌哦 好 那豪哥今天就在这边分享到这里 那我们就持续来追踪豪哥频道 下礼拜见 拜拜 credit 抬着 我 我们 看 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